我们目前投票进行了41分钟 有将近5000人投票 今天的问题是 王毅川监控淫于问习 沈柏阳为了防止第五纵队 以及中共渗透 他要求要监控立委台商 黑道一共数十万人 你觉得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票数越来越高 已经是过半票数了 50%聊天室观众认为 就是民进党监控成瘾 34%认为满脑子就只想抗中 14%认为要帮王毅川解套 好 我们就来讲这个王毅川事件 那因为这个还是 你是不是国家监控人民 疑云未解 可是我们看到民党现在 怎么样帮他在护航带风向 这个是王定宇委员 他说现在蓝白猛攻王毅川的原因 有三点 第一点要转移交点 第二要塑造政府监控 第三要合理化立委调查人民 就是国会听证调查权这个部分 是他们一直在扭曲的 王定宇委员说 感觉现在有股力量希望 台湾越乱越好 蓝白利用简单的只字片语 就为了让人民厌恶民主 王毅川这件事某些人有意识 有计划的在操作 那么另外新上任的 名角米苏网林又昌 也被问到这件事情 他说这个议题被渲染 扩张为各自问题 希望到此为止 政治攻防适可而止 不要妖魔化刻意扭曲对方的行为 这不是民主政治的常态 很厉害 郑政前委员 现在他们绿营整个这样子 这种方式在带这种风向 是 我觉得刚刚给民众投票的时候 我觉得那三个都是他们的动机 你知道吗 我觉得都有是不是 你觉得以上皆是 对 以上皆是 所以我本来想说 四是不是以上皆是 可是四是其他 不是以上皆是 因为我如果以上皆是 大家都会投以上皆是 对 那我自己是觉得 比方说王毅川这事情 坦白说非常非常的严重 就像我刚才讲说 我们在讲打炸事法的时候 那时候也修了 科技侦察级保障法这边 我都特别提到了 我们对于GPS跟M化车这部分 就是让行政部门 有更大的一个权利 可是事实上这个 我要必须讲一个状态 就是王毅川这事情的时候 跟这是没有关系 跟我们修法没有关系 它之前就发生了 而且王毅川在讲这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他感觉是 非常的有依据的 他当在节目当中 因为为什么蓝营会发现这事情 事实上是在 当时我们还在立法院里面 还在做国会改革无法当中的时候 是陈玉珍进来 他说他那时候跟 王毅川在上节目 他说他听到王毅川这样讲 他全部都愣住了 那他说他本来 因为他们那节目是录制的节目 他本来说他本来还在想说 那个节目会不会被他们修掉 那一段会不会被他们修掉 陈玉珍本来在想说 如果修掉之后 他就没有证据了 因为陈玉珍在现场 听着王毅川讲这一趴 他又觉得大有问题 对 所以他上次在跟我们讲的时候 事实上是还没有播出来 就会播出来之后 他就发现 节目没有剪掉 就直接把它放出来了 所以陈玉珍当场就跟我们讲说 这东西有问题 所以这个事情会被 大家关注到是这样子的 坦白说是一个意外 王毅川在节目当中意外 然后陈玉珍在现场 他很敏锐的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所以他在 我们在国会抗争的时候 他就跟我们讲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民进党 他们现在这边就开始 又在开始放什么 第五纵队 干什么干什么的 我觉得他也是要营造 他们在做这事情 合理化的一个依据 他不是要让大家觉得 有点担心吗 然后开始恐中 开始做什么 然后要合理化 他们去做这些 甚至说做这些动作当中 一些合理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觉得事实上 民进党他们现在 在做这个部分 沈默他在提这部分的时候 我都觉得事实上 他们其实是非常有策略 有步骤的 那王毅川这些事情 我觉得是擦枪走火 他也许一开始在讲的时候 是因为他就是嘴秋 他就想要多讲一些 觉得他自己很厉害 可是他讲的东西 我觉得在第一时间 他一定不是乱讲的 虽然后来他开始讲说 他是膝盖想的 干什么 大家讲说他是王羲之 可是以他之前讲的那一趴 讲的这么样子的 有依据 有凭有据的情况 我们觉得他后来的状态 才是真正的在圆 他之前讲的实话 那这也是我们觉得 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我这边也稍微先 这个回到刚刚上一趴的时候 我要帮韩院长讲一个东西 刚刚我们在讲说 韩院长他有很多创举 对不对 我在讲一个创举 这也是我自己亲自感受到的 就是5月28号的时候 其实那一天 我们还在国会无法的 改革无法的抗争 然后那一天 其实是吴时尧的生日 所以当时民进党 他们在抗争的时候 韩院长就在台上就讲 祝吴时尧生日快乐 那时候我在台上看到吴时尧 他就愣了一下 吴时尧愣了一下 对我就他愣了一下 然后我就发现 民进党那时候的冲突的热度 就降温了 对所以我觉得 韩院长其实非常厉害 就感觉好像就降温了一下子 对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 韩院长在处理议事 确实是非常的有办法 所以像我自己在5月30号生日 说实话这是我从小到大 最多人祝我生日快乐 就是那一天 那因为我们平常没有过生日 你知道吗 那那天其实因为也在开院会 韩院长就 就是祝我生日快乐 然后大家就 我自己也愣了一下 因为没有想到 还有这一段 还有这一招 对对还有这一招 然后吴时尧就过来 祝我生日快乐 我也很意外 对所以我觉得 韩院长实际上就是一个 很暖的一个人 然后他也很懂人性 然后他也知道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能够让整个场面 控制住 所以刚刚就是 先会再讲说 韩院长有很多创举的 说我觉得这个创举 对我来说也是创举的 就像我之前在立法院 这么多年 好像也没有看到 那个 有院长这样吗 对就直接公开说 今天是谁生日 我们祝他生日快乐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个状态 而且很温暖 对就让整个立法院当中的时候 大家会更和气 在整个浴室工房当中的时候 会更和气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艺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并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配件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